善用闲置空间同时鼓励减少碳足迹的排放 市府这几年积极推动城市森林 鼓励社区民众或者是公家机关 利用都市闲置用地 或者是顶楼的空间进行都市农耕 这天在大理户镇举办成果分享会 截至目前为止总共设置21处的示范点 大理户所表示 在屋顶上种菜不但让空间变得美化 同时也让同事有更多交流机会 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拿起剪刀将蔬菜减下 没想到在大陆屋顶也能够种出新鲜漂亮的蔬菜 鼓励社区民众或是公家机关 利用都市闲置用地 或是顶楼的空间进行都市农耕 市府这几年积极推动城市森林的概念 同时也希望能够减少碳足迹的排放 透过这样种菜的互动 可以拉近比如说家人 同事之间社区之间的关系 然后就是一个概念是从产地到餐桌 就是你到你家的顶楼栽菜之后 然后回家在家里厨房直接烹煮 那一方面就是可以减少食物 就是蔬菜在运输所造成的碳排饭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让 在学校的话可以有一些环境教育的意义 地摊办公室表示到目前为止 已经建置21处的城市森林的示范点 成果发表会这天也颁发示范点代表牌 给新加入的10个示范基地 只要利用顶楼空间加上菜箱 就能够打造都市农园 需要能够实践从产地到餐桌的概念 在夏天时还能够有效降低建筑物的温度 减少能源耗损 大理附赠有38个菜箱 种了20几种蔬菜 这是我们全体同仁 大家一起任养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除了响应城市森林的计划的推动以外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来友善我们的环境 就是美绿化 那这里呢 经过我们的整理 也变成同仁一个活动休憩的场所 同仁在这边呢 也能够利用这一个共同的话题 来凝聚向心力 大理附赠表示 原本顶楼是脏乱的闲置空间 为了打造菜园 将顶楼环境重新规划整理 不仅种的蔬菜能够自己吃 在种菜的过程中 也让同事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这一层专案台中采访报导